保護好自己隊伍最主要C位的遊戲成長曲線 我覺得這是他們昨天面對DWX有改正他們在 一開始面對PSGA遇到的這個問題 是 那就看這保護的機制 接下來對上PSGA有沒有辦法成功奏效 馬上迎來雙方的對準 藍色方PSGA而紅色方則是IMP 這裡的封鎖速度當然非常的快喔 兩個中午壓在了修亞臉上 同時LJW昨天有做過使用的菲歐拉也進入了封鎖名單 IMP這個BP應該是有參考NAT對PSGA的選擇 就是賈斯跟瑞爾都是不願意開的 就不要跟利凱玩 然後也同時間不要讓瑞爾有這個混淆味的優勢 那凱撒BAN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理論上這兩隻隊伍都很喜歡 但前面就先把凱撒給搶下來 是 效果是非常的好的PSGA 很快速的把妮可給拿了下來 也是確保了目前中午的穩定線路 而另外一邊的話IMP 這裡有著傑西加史瓦尼的中野組合了 很快速我這把的第一場重點都非常明確 如果是傑西諸女考慮到野區對位 我覺得PGA這裡應該是可以考慮 威爾哥就先拿了啦 就也不用演啦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直接做一個正面的雙人對位 有點意外是先拿鱷魚 因為LJW他比較喜歡這個後手康克 所以他其實是不太介意對方 去拿鱷魚卡上帝這種先亮的上路角色 是 哇 但這一拿 IMP 要出招了嗎 這個傑西是有機會擺到 欸 沒了 沒了 這一瞬間 應該還是先考慮Athelan的角色啦 不過Xia 嗯 可能考慮 可能讓妮可這個點啦 不過我覺得可能給Athelan 潔力會再更穩妥一些 就是你在團戰的上限會再比較高 因為Xia在一些團的開戰以及進攻上面 他其實蠻需要隊友的保護 是 所以他把這追擊的能力 反而沒有像凱撒 傑里蘭這麼好嘛 他其實打反手打比較厲害 但反手打其實就不是IMP能夠 去獲勝的一條道路就是 IMP在 我覺得他們在這個系列賽 可能必須要打得主動一點 是 哇 來看一下威爾哥 前面剛剛Athelan有提到的 角色已經用封鎖 同時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兩邊的教練 最近都打出了非常強悍的成績啦 DK其實在PCS的這個前幾年 都打出了蠻高的宰致力 APEX可能就要講到更前面的時間點啦 這邊來看一下後面的封鎖 打瑞文 IMP 認為齊齊選手應該還有一套 這個下半部的進攻套路 直接封鎖了 PSGA的話則是瑞空加卡桑蒂 哇 這裡是把上半部 比較能休息的 盡量就是不要動太多的角色 給BAN掉了 不過 這個卡桑蒂我覺得LJW的懸吊中 應該不會很高啦 但可能就單純扛到對方的陣容 會想要去補一個前排 因為你捷氣提起的陣容的話 你中期會很需要有前排去頂在前面 是 就 但IMP我們確實跟ART剛剛提到 LJW選手就蠻喜歡玩這種進攻型的套路 甚至這種卡蜜爾 卡蜜爾啊 沃薩斯 菲娜拉後手選 他都是很願意主動去選出來的 對 沒錯 這種沒人選的角色 在這個時間點就看一下LJW 還沒有額外一些套路 加文 哇 那左邊的話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以其為主體 是我們本來認為應該IMP應該要拿的陣容的樣子 現在座落在了PSGA的陣容之中 不過加文加尼克 我印象PSGA前面也是有選用過這個搭配的 應該是在PTHL的季後賽 但當時的效果我覺得沒有到很明顯 而且尼克開到 就是你加文如果先開尼克其實不好進去做人 就是你有可能會被那個 隔絕在外嗎 所以變成他們的combo pair 需要特別注意他們之間技能的銜接 而且他這個組合本身打的就是以對面的後排carry為主 但對面已經是一個剎牙了 就這樣子影響 不好針對到他 沒錯 不過慶幸的是後面這個LJW選手 還是要選擇比較強悍的上路角色 而藍寶說不定會是PSGA 在還沒有進入這種團戰碰撞期 可能在對線時期加文可以去針對的一條道路 這個藍寶就選得很拼 我覺得以剛剛的情況來說 可能官會再穩妥一些 是 你選藍寶的話就代表你一定要去對線壓制鱷魚 但是對方打野又是這樣加文的情況下 就是鱷魚打藍寶一定是會叫打野來幫忙做線上的壓制 等於是你需要承擔很前面你被gank的這個風險以及壓力 沒錯 而且我們都手持藍寶 他是一個不可能不推線的角色 所以這一個對陣上來說 上半部前期對上RMP這條路線 其實就要好好的去把握了 PSGA自然也可以在這個上半部做蠻多的文章的 可能兩邊在前面規劃都會盡量靠上半去 反而我們前面BP一直提到就是 雙方隊友提到 就是都比較喜歡去保下路的情況下 反而這一把有可能覺得勝負的重點不是在下路 是 哇 這是剛剛我們看到文選手 這個視訊軍統還要稍微調整一下 看到了雙方對於今天這場比賽 包含了這個遊戲內 遊戲外 我覺得都要打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現在今天這場比賽打完 有些人是展望2024 有些人展望的可能就 可能更後面的吧 可能是2025 就可能會多一年 實際上不知道是比別人多一年還是比別人少一年 所以今天對於雙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畢竟昨天我們就真的很難過 我們好不容易已經建立起可能友誼關係的好隊伍好朋友 已經倒了 已經熟面孔看了很多次了 幾乎可以說是PCS元老級之一的 也走了 沒了 所以今天的比賽 IMP如果離開當然對於大家來說又是一個熟悉的面孔離去嘛 PSGA的離開其實我覺得對於這些新生代的人也會覺得比較惋奇 所以今天的對決雙方都好好努力 前面一開始有入野 IMP 往前 已經看到TMS了 但Philia好像往後扭了一下 這波後續的勾還是有機會出手的 但是勾到卡 TMS不需要交閃 就可以在對面五人入侵野區的過程之中成功走掉 看起來本來前面先不出勾我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也很容易勾到槍 但這個結局一樣 時間果然是一樣 只能說非常遺憾 但Philia並沒有因此離開 直接就回到下路了 在中路再做一個小小的蹲點 對 有可能想多留著這個勾演 因為他出門是選擇勾演做的入侵嘛 所以有可能會覺得說他們五個人都漏頭 對方有可能鏡像在可能自己家的六鳥這邊放眼 所以 不過真的沒有去排 這樣來說有可能會考慮到這一點 就是再過來開 用掉一個勾演 看一下有沒有人在這個地方坐眼 是 確保一下自己的位置 不要這麼容易被發現了 那最後 IMP 雖然沒有將對手 輔助的閃現啊 甚至怎麼人頭全部拿下 但慶幸的是 這個視野還是可以確保佳穩的位置 對 有抓到佳穩的 佳穩的開路線我覺得算蠻重要的 因為剛剛前面一直提 就是這個佳穩高機率第一輪一定是會去幫鱷魚這裡 所以想要讓發揮藍寶在線上壓制的效果 那就必須要特別防到對方打在這一點 那這場的前期開局 大家都是要往上刷的 所以這波上路的推線 他們也是互相的換血間爭奪一下自己的線權 那在中午的位置 去吧也似乎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推線能力 用這個傑西的壓制能力稍微去做一下小小的騷擾 好 不過這個中午對局正常來說就是護弄 就兩邊的發力擊都還不是這個時候 這裡下路搶2勾上去 有打一套 但看起來普攻是沒有辦法去銜接上的 對手C攻勢還是很強的 不過上路這個換血倒是換得有點異無 因為剛剛其實有想特別 就是看起來LGW有刻意在放線回來 是 而且他看起來也是有被搶2嗎 剛剛這個血量的狀態也是 應該被對面的一個EQ換血給換到 但這樣就會覺得藍寶這一選就變得不是太好 你選藍寶的話 你這場是應該前兩集要盡量的去壓制鱷魚才對 沒錯 而且通常那種 就藍寶們會少數看到比賽場上他會帶點燃的 打鱷魚是可以帶點燃的 因為本身鱷魚你需要期待一下他回復能力 所以點燃的效果會比較好 現在不僅沒有帶點燃 同時上半部還是個多蘭盾的鱷魚 還被推現這藍寶目前的對線時期 可能就沒到這麼舒服了 而下半部也是用點燃壓血量 直接點燃就交了下去 但打野是往上刷的 所以追波壓血量的價值就還好 這個價值就算是打一下狀態 然後看能不能夠多摸一下護甲層 沒錯 哇 而中路的話 薛拉打的是很兇 利用自己所有的魔力 將這波兵線給整了乾淨 也是仗著對面妮可本身的這個線路 消耗血量的能力沒到這麼強勢 就在面前 你面前招式全焦 啪 上半部星這裡也是刷得很快 這裡也是一波六彈 而史瓦你跟著刷上來 但因為這波看起來 中上的線路 他不是很舒服 他走的圈路就 走的位置比較遠 應該是有溝通傑西要灰塵 所以他沒有想去爭這個上半的核蟹 只有做了一個眼睛 然後這下路被動有定到 頂回塔下 那迪伍斯稍微扛了一下塔 但他在釣魚他走的位置 PSG野人並沒有追 下半部繞了一大絕 史瓦你還是要來下路嘗試一波塔殺 這個住你的位置 但他好像看不到牛嗎 他這個位置 說不定是看不到牛的 所以他也唱了 對這樣應該就只能掩護一下下路做推線 不過奇奇 還要回來嗎奇奇 喔 視野牌 奇奇感受到了 這牌視野沒意思的 但他還是想貪這波兵嗎 走出去了 不過這樣也是挺賺的 我把這波兵線給denai掉 然後選擇撤退就可以了 沒錯 另外一邊也打起來了 傑西抱捶了一個假鱷魚 下半部還是非常痛苦奇奇 沒有找到太多可以回補的機會 同時目前的狀態是 相對的比較低的 TNS利用自己 輔助的壓制運去壓制Atlant 但Atlant的目標是 護甲城再做個收毛 還有兩下 再點一下再閃現A一下 Atlant在下半部完成了 雙人的對位擊殺 這就是Atlant嗎 一個收毛收到 奇奇沒有雙招 然後就是正面的被普攻給點死 inadlant 難道真的這麼強嗎 春季沒打 夏季沒打 神江賽一來 된 organise 你說這是最後的王牌了 不能在場了 就是今天 這Aedlant發揮出來 就在下半補打出的不僅是CS量喔 這一波人頭的擊殺搭上兩層的護甲神 在五分鐘的時間點 下半補已經有非常巨大的差距了 哇那另外一邊PSGA 只能說他們壓著藍寶 跟傑西 互相發育對於他們來說現在都不是好消息了 對那看起來 這把重點反而又回到下路這邊了 雖然前面談的蠻多上路的問題 但看起來兩邊的規劃更多都像是 一邊讓二宇可以推線 就藍寶壓不到 然後藍寶就是刻意放線 然後以穩發育為主 轉而把鏡頭給到下路去了 是效果非常的卓約 另外一邊新選手想要嘗試去做一些騷擾 但六人老師全部被趕過來的阿喜給吃下 一發這個遠方的一炮 新的狀態也被打掉了三分之一 那就是進來結果什麼都沒拿到 PSGA目前第一把的節奏 跟他們第一次跟IMP打 也就是我們升降賽的第一場比賽蠻類似的 前期也都是有IMP取下了這種對線的優勢 但比較可怕的 IMP這個戰隊跟PSGA 在後續都是因為團戰嘛 PSGA的拳頭比較大 用這個5v5的團戰 在之前的比賽將IMP給搬倒 所以這個時間點看IMP會怎麼解決上一次的落敗問題 現在要做的應該就是繼續圍繞著下半區做事 就是看起來確實他們有調整了就是上一次 應該說第一輪系列三分IMP的這些輸的原因 就那個時候就覺得他們沒有很好的去規劃 就是他們隊伍主要一樣的核心點位 沒錯 就你要保中那就從頭到尾都保中嘛 那你要保下那就盡量把下落都給保好 就打得有點太分散 那昨天的比賽就看得出來他們在這方面有不小的調整 是 他們可能不想保中嗎 他們想要馬鈴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剛回藍波啦 大家 一個小小的梗啊 送給大家啊 下半部 這裡PSGA 要來準備入星一下藍buff 也是利用了自己本身的推進優勢 但這波藍buff爭奪戰 心又打輸了 阿喜連續兩波在自家野區的爭奪戰 接連得力 反而是左邊的心就花費了不少的時間 不過興建設的CS量倒是沒有落後 對因為 基本上兩邊打野的刷也都是沒有落後的啊 都是有保持住自己的刷野順序才去做的事情 沒錯 不過會覺得以嘉文這角色的角度來說 前面不做的事情會 感覺有點吃虧 因為你的功能性可能沒有來得 豬影的那麼強 是 就是你後續如果跟豬女撞到的話 你先手被他撞掉 你後手其實你也打不贏他 就是你在後期的定位跟史瓦尼會差距蠻大的 對而且你真的到中後期的大團的時候 如果你的大爵的對後排的威脅性沒有的話 那豬女的坦度就會是團戰一個蠻明顯的差異 是 這把IMP打的確實也有趣喔 他們就是藍寶直接就是也就放在上路 然後對面PSGA的人沒有去抓 然後他們就一直往下注 所以這導致了整體的狀態來說 IMP其實確實是很舒服的 所以藍寶這個我們一直說 可能比較容易被針對的這種問題 目前就完全沒有顯現 那這也讓這上半部 這條路過得非常開心 這可能也是PSGA 我覺得現在有點害怕於下半部 就竭力這個選擇吧 為了確保自己家奇奇可以得到 比較良好的發育後續的團戰 所以現在一直在往下路去走 但這種情況就變成了 那IMP其實有很好的這種對線時機可以一直發揚 預示者也是IMP先來做了一波的集結 不過鱷魚的狀態而可以感覺得 這一波團P的絕對是可以打的喔 藍寶被針對了 一套的O-In直接秒掉 LJW已經消失 阿拉西不得也只能先走 不過差也要到囉 這一波IMP人員是4打4 還是有機會繼續的碰撞 那就是這一勾 但預示者已經先被心給拿下 喔 竹女空大 兵龍丟了出去但沒有很好的效果 扭一個combo再接了兩個人 那隊友其實全部都要撤退了 這波閃現的一拍 FITIA留住的是星星 交了一個閃現過牆 這樣EQ逃命閃現會覺得 阿拉西竟然沒有斷到位移的心 上面的位置 雲被抓到 但FITIACC也是進入了CD時間 這一波 預示者是給你偷了 同時 還讓4個人全跑啦 好 鑽難鑽難 這個畫面就跟他們第一次對戰很像 只要進到5V5 IMP就是 就不及 不及PSGA喔 這已經是在上次對戰有看到的事情了 我們還是在一些團戰的選擇 以及判斷上面吧 對看一下 這個位置你藍寶退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完蛋了 你這裡要的話 可能只能選擇進這個預示者坑 然後大絕把這個龍坑的位置 預示者的位置給堵住 然後等輔助過來做支援 才有機會在正面打 沒錯 這波預示者拿了拿了 然後人都溜了 這把已經可以溜了 TMS還想上去combo 好像在剎啞道了 很尷尬 得走 然後面即便是想再繼續追這個佳文 一樣是被佳文給拉開了喔 這個佳文就消失在黑夜之中 阿拉西的閃現空掉 虛弱好像有一砲但殘血 也沒死 一滴 真的一滴 一滴一滴一滴 爆甲 結果這個佳文 沒有倒 好 IMP這波的碰撞 不只把叫上去的人 就是有點功虧一虧啦 沒有拿到任何東西以外 下半部這裡傑莉其實偷偷發育喔 這裡是讓傑莉的對線發育給補了回來喔 沒錯 護甲射手 應該是有點到一層的護甲 沒錯 上半部 立凱剛爆氣了一下 他很生氣 三思面對藍寶沒有太好的效果 不過PSGA已經感受到了 叫人過來準備要開抓 立凱把脾氣給卡住 下半部小龍的聲響一傳來 新跟立凱上半部塔莎的畫面 已經越來越有機會實現 有這W人先做一下小小的導擾 大快好了 應該是能夠把兵給清掉啦 但有點歪嗎 還可以還可以 但還是要打 新直接蓋後再EQ串 鱷魚扛塔 扛了三下交了閃線 身上有凱旋沒有死 而後面是TP過來的Shera 也是在中路直接被蚊給斷掉 這一波沙爾人 同時還把中路的TP給B了 雖然還是死了啦 但至少在死前 有把兵給吃到 對 有發育起來 不然以鱷魚加加油人來說 本來前面BP就彈到 就這個藍寶其實不太好活 是 他的待遇就該如此 只因為前進下半部有一些亂流 PSGA其實在前期做選擇 是選擇要把下半部的 這個整體狀態先穩固住 但現在已經有點半放棄了嘛 就是我下半部可以輸 但上半部的藍寶也要炸 要開始做一個比較強力的交換 那這樣的話其實以下半部的血球來說 我覺得會滾得有點慢啦 你是說以IMP這個角度嗎 對 IMP這裡會覺得 那個預計者說不定你不爭 然後繼續對下半部做壓制 會是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所以那你這樣的話 藍寶也不會有在上半區 受到威脅的這個情況 說不定這個塔在這種進攻情況下 已經先拿掉了 現在狀況就比較尷尬了 速度還要再做提升 上半部的藍寶已經沒有任何的話語權了 對手鱷魚 第一台的鷹血戰水已經拿了出來 而在另外一邊 阿拉西是偷偷摸摸地進到了對面的野區 蹲在了一個蠻有趣的點 但是不太敢出手 他們並沒有對手中午的一些飾演嗎 其實文這時候是在家裡 不過剛進去都按一批有機會是個4打3 但他們沒有選擇出手 這部中路線趕緊輕輕 目標看起來還是要先回到鞏固下半部的時間 因為上半部看起來又有機會做一些操作 扛著藍寶這裡立凱直接去拿護甲城 但是扛著好像有點太多了 受不了直接先開大 那你不要靠近我 我要開大囉 這裡藍寶自然是選擇先行拉跳 這裡應該是剛好搭配到中路要放御飾者的點啦 所以鱷魚直接越線去晴平 因為他理論上這個時間也是不會被懲罰的 那剛好能夠搭配到中路的進攻 藍寶也沒有辦法往中路靠 那這一波集中就是比較有機會 那御飾者這一撞大家也是分分錢 哇這還是分給家文是完全沒有拿 所以剛剛御飾者是由牛拿到的 所以最後是有兩個比較靠近的人 分擔了這一波資金 不過沒有什麼問題啊 就第一個御飾者 以營運的角度來說 放中路是最簡單的比較穩妥的選擇 你今天不知道怎麼放的時候 放中路是絕對不會錯的 對 放中路絕對不會錯的 放中路起碼就有80分了 因為畢竟要保中嘛 沒錯 好好的保中 看看還有其他誰可以講 等一下再想一下 這下班要來趕緊拿塔了 IMP知道 下一個御飾者 對面是可以利用鱷魚現在的優勢 跟家文喔 家文也有引血戰純的 這就是上野的優勢 等一下下一個御飾者 IMP其實不太能去做一些碰撞的 要把菜雅叫過來 但優勢都可能沒有大到說 目前這個上野的優勢 不太好打 所以理論上可能會讓給對方 然後來等一下潔西的Pulse fight 因為等一下尼可如果也是把火箭腰帶出完的話 這個團戰的難度太高了 是 右邊的風險很大 對 雖然ATREN看起來狀況很好啦 他畢竟是 春季有打嘛 然後夏季是整季休息 休息一季回來之後 目前看起來他覺得會是IMP的大腿 有些人決定休息 有些人是什麼 是在蓄力 他已經蓄了 這好幾個月的力氣 不是都說什麼要去什麼歷練嗎 沒錯 他現在就是歷練一圈回來 真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年的世界賽 是在菲可落後之後 他不就去深山修行嗎 這種狀況 我覺得ATREN應該也是有類似的效果 就是去修行了一圈 不過雖然有聽說就是 好像是因為本來的ADBlaze 好像是有一些兵役上的問題 有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要去做調整 上半部換線 PSGA 速度當然是比較快 畢竟剛剛下路的塔 IMP一定要拿掉的話 對面PSGA也願意放 他自然這波調線是可以成功的 要把三個外塔給拔掉 同時他們這樣連續的 這種調線狀況 讓IMP有點痛苦 現在還想要來打預示者嗎 其實這樣的調線情況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最主要還是他們 角色的發力時間內還沒到 就大概兩件裝左右才是IMP這裡 想要打團的時間點 是 一件裝的話 PSGA這裡就有點太強了 鱷魚 加文 妮可 一件裝的時候的 團戰影響就很大 想打打看 CC空到 但牛直接衝 竟然加文被一套CC給O1 但有影險戰爭的回了一口 是他有點燃 是他還有護盾 對面是強硬的換掉 但妮可這裡做到三個 傑立過牆 往後在右邊的位置開始輸出 沒人抓牛 直接強起飛四個人 這個CCCOMBO 直接震碎了IMP的團戰 進來的琪琪 拿下了一個Double Kill 意思 狂牛啊 衝進來 一敲 四人原地起飛 IMP 這把可能也要起飛了 不過這波團就看得出來 這個時間點不是IMP打團最強的時候 即便是全部ALL IN 該中的技能都中了 還是被加文拖到的時間 而且藍寶大絕尾其實也還可以接受 已經是一個窄口了 但都開成這樣 他們團戰真的被妮可做到 這個團打起來 打不了 哇 後面 這一個再一個 Q閃 或者是說閃Q QMS將整體的這個軍心穩住 這波團戰不僅是 順利的打贏 預示者雖然沒拿到 但奇奇的發育已經是正式回來了 嗯 真的還是很可惜 在比較不對的時間打這個團 感覺他們的想法應該是 呃 在TB下來前 就是加文應該就倒了 那他有機會利用藍寶大絕來做撤退 呃 但偏偏沒有倒 然後拖到了整個戰場被拉到 比較靠近 覺得野區 對 就是應該說讓妮可找到一個好的進場位置 所以同時你都在這個窄口 然後在處理前盤的情況下 潔力這個點的優勢就出來了 他是能夠直接從側邊 越過牆去做輸出的 沒錯 哇這波打完之後 PSGA選了先去拿龍 但拿龍的同時 暗P又開啟了預示者 PSGA人不服啊 我剛剛這邊打贏你 這邊你還敢再開預示者嗎 左邊人大絕是三個人好的 右邊是沒大的 右邊是沒大的 重置了重置仇恨 右邊一個大都沒有 牛直接海克斯斬過去要抓 在沒大的情況下 扛出了第一波 上下跟隊友一起來做集結 立刻的大已經好 往前就一坐 只留了一個人 每一次把他一起給留下來 後面 清姐做了一波combo 直接EQ串了A等人起來 鱷魚跟著進場 直接控死ADA等人 沒有操作空間 Triple kill 由後方 補足輸出的 齊齊打下 Triple還能走嗎 一個小走位 躲了個EQ 但躲不過對面 鱷魚的進攻 這波打完 PSGA 0換4 那只會送給IMP兩個字 GG 哇 這波團戰 不太妙了 不太妙了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 在錯誤的時間 選擇打團 有點瘋狂了 連續兩波都是 在自己 YES 因為剛剛右邊是四個沒大 打完這波團 三個人沒放大 那這個團戰 基本上也不叫一個團戰了 即便你有大絕 團你本身就不太好的 那更何況是沒大絕 可以看到這幾波 應該說剛那一波的開團 非常的簡單 而且牛上去 阿佳倫戳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IMP的全部人 是什麼 鳥獸散了 看到對面 狂牛衝出來了 這在動物園 如果這個牛放出來 就會有這種情況 就馬路上的行人 可能都要小心了 如果直接控制 基本都會過牆 所以這波CC的控制 前接沒什麼問題 後面 就看到了IMP的人 其實都在附近 那就是 都打不死 就會發現是 我好像打不已 我不要過去 我不要過去 你們先走 可以救我嗎 可以救我嗎 我沒空 就打不了 這波真的是沒有辦法 上半部的位置 IMP 在沒有大絕 或者是在陣容 已經相對較劣勢的情況下 接連的碰舞團 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PSGA現在 已經在對面的野區 橫著走了 唯一開心 是IMP 至少有把自家野區 下半部的位置 給守住 下半部 這還有一隻鱷魚 這麼調皮的嗎 你看 兩段一 這面對的是兩件套的剎牙 但 這剎牙追擊的力氣 就是相對薄弱 鱷魚兩段就跑掉了 下半部 在座進逾PSGA的中下壓制 同時懸賞金 我們在小地圖裡 看到PSGA的塔 已經是閃閃發光了 已經是來到賞金機制了 那這個 第二個獄者 應該是還能夠再撞一頭 沒錯 也沒有太多人 可以做限制 這波重擊 我沒有有重擊 那可以可以可以 再用普攻可以清掉 算是暫時守住了 這一波的 危險 喔但經濟差距拉的 幅度有一點大 就算把預示者給守住 等一下要走出去 也是有一點無門的 沒有在中期憋住 我覺得是IMP 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年輕人 忍不住 雖然他們在 相比經驗來說 可能算 會比對面來得更有經驗 但有時候這個脾氣起來了 可能是自己都擋不住了 連續的進攻 現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看一下PSGA怎麼去料理 後續的狀況了 嗯 IMP這裡可能等一下只能 稍微拖時間 就要看 應該說PSGA這裡會 掌握等一下遊戲的主動圈 就要看他們要不要提書 要的話是能夠去 做B8龍的這個行為 不要的話他們也可以接受 稍微再發育一下 沒錯 現在邊線都可以做一些操作 藍寶是一個030 惡魔之勇是出來了 但惡語已經兩件套了 所以這個邊線的處理上 PSGA其實也是可以慢慢料理的 打快打慢他們自己都可以選擇 會覺得藍寶這一把 可能沒有發揮到他們 這個選角的效果 感覺上是想 配合傑西的poke體系來 加上藍寶這個大絕傷害 是 就他們有挨過前期喔 看起來 前期的一些對線問題 打野的安排 最後是沒有保護到 藍寶這個位置 EQ往前 我的心打得這麼兇 他也沒在怕 現在團戰就是看到人 EQ上去 他任務就完成了 現在就是看到人就頂 感覺也不會出屍 是 往前閃現 TPS直接是 想要跟對面的輔助來做兌換 這是一個非常衝動的打法 但他們做了之後 看起來沒有做到 被太多的制裁嗎 加上在EQ上 蓋兩個人 Aton被留在原地 他他的收毛 直接收下了兩顆人頭 正面位置 阿拉西在前排也已經扛不住了 但這一波二換一 IMP只死去的一個打野其實是 可以接受 同時人頭全都落在了Aton的身上 雖然這一波我們看得出來就是 PHA其實在操作面是很秀啦 但其實這一波沒什麼必要 他是很秀還是很兇呢 剛剛自己跟鳥 他是 有點算是跟對面的輔助 在自己優勢的前後下兌換閃現 然後加文再一個EQ賽 全部ALL IN 就是要在這裡去打一波團 現在可能就先給觀眾了解一下 這幾隻角色要操作的時候要怎麼操作 是 就是他有他的 也是有一些 EQ賽頂到加大絕蓋 但問題是你這個大絕就是我們剛剛前面B提到的 欸如果你加文先蓋 欸你可其實過不去喔 卡在外面 被卡在外面了 全部的人就是隊友在 競技場外面幫你助威啊 對而且加文如果用的是EQ閃的話 他是會沒有那個傷害的 對對對 他只有純粹的控制 沒錯 所以那一波看看 看出來Aton已經是非常開心 而且前面他多普攻了好幾下 整個羽毛也都已經佈置完成了 應該說這種呃 成一直線處理前排的情況 會是XA比較想看到的畫面 因為XA他本身呃很需要疊羽毛 來疊加他的傷害 那你就會需要有目標一直讓你疊 所以如果對方衝在臉上 你位置能夠拉開 那你就會覺得XA的呃 貼臉爆發輸出會非常的高 是 哇這場 看起來還有Aton 世界救還有救 PSGA 本來想佔著自己大量的優勢 採取一些比較 除了看起來是比較莽撞的開戰 但確實也付出了代價 不過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這這個簡單講就是皮了啦 呵呵呵 又皮了一下 他現在對於他們教練來說 可能等一下又會有一些 有一些雨池了 不過野區的位置 目前PSGA還是可以掌握住 把巴龍附近的狀態給壓制好 不過雖然IMP是劣勢的 不過他們應該也蠻清楚就是 PSGA這裡如果要加速遊戲 是一定要動巴龍 所以可以看一下上半部的視野 其實我覺得IMP做得還算OK的 是至少能夠 意識到對方是有沒有去動巴龍的這個行為 是能夠踩進去啊 有拿到回這些祭壇 那野區的視野線也算有守住 沒錯 其實已經推得很前面了 就往前一走可以看到巴龍的位置 這對PSGA要直接Rush巴龍並不容易 正面的位置開始騷擾奇奇 跟著鱷魚 後面還有一個TP 想要來爆IMP 但IMP離中路的二塔很近 加文出來要蓋嗎 沒有選擇蓋 這一波就是逼了一個TP之後 選擇趕緊撤退 這個逼TP的效果就 如果是逼IMP的TP的話 我覺得效果是沒有 因為鱷魚這裡大絕開掉 如果要轉頭來逼這個巴龍的話 會稍微有一點點風險 趕快可以拖一下喔 大絕很快的 三分之一了 而且前面有提到IMP做的視野面的問題 所以他們目前看起來是熟住這個巴龍的喔 猛牛狂喜又衝進去了 但他很能忍 血量掉三分之一 選擇看起來是把 盾給開掉了 沒有選擇直接 去開自己的大 這牛也是一頭狂牛喔 如果他這裡再開大 那巴龍他們是一定不能動的 是 但這裡不開大要回家的話 視野要被搶回去了 IMP想開嗎 不會吧 搶一下視野就好了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想開這個巴龍 剛剛他們連開兩次預示者的話 確實會有這麼一點擔憂 最主要是這個巴龍坑的地形 對ATRN太不友善了 就是他差會找不到一個好的位置 如果他們又是在巴龍口這裡被包夾的話 會左右兩側都有人 ATRN沒有辦法把羽毛都集中在同一個方向 是 而且這一場是一個地龍的地形喔 對於撤退來說 尤其是紅色方這個位置 其實是相對的比較不友善的 喔 賈文已經先開了巴龍 不過IMP有一個眼很刁鑽喔 是 插在了左邊 這一個牆角的位置 這也是現在其實蠻多隊伍會選擇的 蠻多隊伍都會願意多畫一根眼放在那個位置喔 對手會喜歡把粉眼插在巴龍裡面 而不是外面 這位置現在看到 雖然巴龍閒上並不確定 但可以感到非常不錯 閃現大了三個 賈文在座的進場 藍寶直接被對面的牛給頂開了 但他其實也沒有作戰能力 這邊位置傑西已經倒下 看到了PSG的人殺到了後排 直接把ATRN給料理 同時再來料理一頭豬 左邊位置的大D50也想跑 那當然最後也是被PSG一併抬上桌 這波是一個靈幻式打贏團 再來吃巴龍PSG 看起來這場比賽是有了喔 這個就是前面提到就是 PSG掌握主動權之後能做的事情 利用巴龍來比團 那這一波乃文找到一個很好落後的點位喔 對面 可能在整體選擇 就算看到了巴龍 但這個視野 其實他們好像是知道巴龍的視野 因為在巴龍車裡面是有一個 對他們其實是有確認到巴龍的血量 只是說以MP的站位來說 看起來 是想 偷偷看的 他們全部繞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想看一下 等豬女過來之後 有沒有辦法從這個窄口 然後把點位踩住之後 讓豬女有機會下去搶 但沒有想到是沒有任何機會 看到了文選手 衝了進去 一個妮可的開大 確保團戰的勝利 後續一個穩穩的收割喔 剛剛的狀態其實 也看到了好像是 傑西藍寶 本身站的位置也非常虛淺嘛 跟著史王一一起走下去 所以一被開到兩人 作戰能力就是化為烏有了 嗯 真的要說可能他們有點分散嗎 因為他們其實四個人抱在一起 可是他們這個抱的話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他們 前面在check巴龍吃棒的人員的時候 要找到對方開戰的點位 有看到你喔 有看到佳文 但偏偏沒有找到奶文 我覺得這是 嗯 這一波被那麼容易直接開到的原因喔 是 可惜就是最後 在判斷對手位置的情況下出現了失誤喔 對面有機可勝就將這波團戰穩穩的收下 這裡是連續幫我們推進 下半步是直接蓋 妮可就在外面想綁一下藍寶 但藍寶要走位就可以躲掉 後續薛條趕過來 想幫助自家LJW補一些傷害 但效果其實沒有說很好聽欸 這次 下一個窄口局也被Filia給勾到 但對於IMP來說 依舊沒有什麼傷害 可以去撼動PSJA的成員 現在 IMP 勢必的想要走出去打團 想這樣抓抓看 哇 這樣騎騎跑得很快 欸騎這一把出的是狂暴力刃 所以觸發完之後還有一個額外的跑速 就算沒雙招能拉扯的空間也夠多了 哇 利凱打得很兇 塔沒掉 選擇先上去變大擺個POSE 鱷魚雕像 起來瞬間 隊友也是趕到 身上是有手套 所以他多了一段的護盾 隊友是真的來了 潔力在外面做收割 真是個繞背的AD 被傑西給抓到 但他還能逃跑 玩得像塔龍一樣 左邊位置 星野是扛著對面一步步的進攻 但完全不懼怕 這波團戰 小小的碰撞 最後IMP是失去了一名輔助 但看得出來 經濟差距還是有點太大了 就PHGA這波的開團 其實選擇已經不算是太好 而且配合上也沒有處理好 鱷魚太早的被打出驚人 所以變成是他 沒有辦法往前頂 只能往後拉 然後同一間就是 呃 家瑋沒有大絕 然後妮可大絕好像是只有做到一個 輔助的樣子 所以他們整體來說 他們想要團團已經沒有銜接到起來了 但 呃 以最後的結果來說 PHGA依然算是贏家這波團 只是人數是有 呃 好像是 只有殺到一個 輔助 輔助的樣子 但這個中二塔也是給他拔掉了 雖然高地沒有踩進去 但現在經濟又被拉到了一萬多塊 前面有一波 這個算是兩顆頭 就拿掉對面兩顆頭的情況 現在又被打回了圓形 不過其實裝備是已經有開始跟上了啦 就看一下蔡爾這裡是已經來到三件套 那傑西基本兩件套有了 對 那他就已經有不曉得Poke傷害了 那可能真的要差距不到的還是在藍寶這邊吧 沒錯 藍寶現在 在整體看起來 不太像個 這個藍寶 就他的狀態其實太差了 他邊線甚至都扛不住喔 鱷魚是17等 他撞到鱷魚 他就是原地起飛喔 這位置對於藍寶來說 實在是太嚴苛了 四人在那邊PSG 甚至現在是可以這個慢慢的穩扎穩打 讓他們選擇繞配 而且準備要來看到輔助 這加穩已經配到他臉上了 但他還沒有斷掉自己的旅扣逃跑 直接被留住了 那自然的 也就倒在地上 看起來剛剛是在商店找尋阿婆鐵蛋 這不是為什麼年度一致嗎 這裡就要送他藍 這現在就是藍字 這個好像今年可以用 明年也可以用 這個字是每年都可以用的 每年至少都有一次這種狀況 剛剛確實 沒有在草叢裡面 沒什麼必要 因為中路線是比較劣勢的一方 這裡加我們蓋到兩個人 配合牛的進場 效果很好 再一個座 沒有什麼用 他跳了起來 但最後好像頭落地掉下來的 直接倒了 PSGA這波團戰打得十分輕鬆 雖然幾次的碰撞PSGA都沒有將對面給A死 好像只A死了一次 然後打了一個好像兩到三次的零換四 但這也足以要來結束這場比賽 雙塔的告破 復活的菲尼亞 以及薛塔只能在外面做poke 這裡PSGA殺人珠星 要拿主堡錢 把前面的這個魯蛋再給打破 回頭推塔 拿下主堡也恭喜PSGA打下第一場比賽勝 整體來說算打得很輕鬆啦 雖然 我覺得比較